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 传出4艘有人员确诊中共肺炎 都部署在印太区域 第七舰队罗斯福号成为焦点 媒体报道 也感染病毒的舰长克劳奇上校 3月底发出球员电子邮件 要求让船员下船检疫 不过没有寻机密做法而被广传 被媒体取得报道 舰长应对危机的反应 被质疑引发恐慌 遭到解职 官兵不舍 海军代理部长莫德里 6日亲自上舰向官兵广播 莫德里说 发生第一起感染时 已经要求舰长透过指挥链沟通 而舰长发求原信之前 海军部一直关心官兵健康 官岛总督也已经承诺承担风险 要安排舰上官兵靠岸隔离 他指出舰长的做法严重违规 而且舰长信件还说 目前不在战争状态 让他很困扰 一件事的引擎 我最后是说 我们不是在战争 但我们不是在战争 但让我告诉你什么 唯一原因 我们在与这儿 现在是因为 一大批判契制 叫中国 你不是在战争 对于这种病毒 而他们保随了 人与自己保随 保随自己的 我们不做那在兰元 莫德里告诉官兵 面对疫情应该坚强从容 而不是恐慌 如果中共或北韩 有人愚蠢到以为美国正脆弱而来招惹 罗斯福号也将能击倒他们 莫德里这番话坦率提醒官兵反思保卫的责任 不过他批评舰长愚蠢等用词引发不满 谈话被流出莫德里公开道歉请辞获准 新唐利亚泰电视胡宗翰张东旭整理报道